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进来我们的直播啊,等下我先check一下我的system先啊,等下等下 OK,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OK,let me see,check it out,OK,should be ok,alright 大家刚刚基本上晚上了啦,现在十点半啦,吃完饭了啊,那么大家可以进来听听一下啊,聊聊一下,那么又来到了晚上晚间的时间要跟大家聊聊天啊,看一下大家今天的投资如何,那么是否是顺利啦,那么等下我看一下啊,我先check好那些声音是否是ok Hello,大家晚上好,进来的咕友先share出去先啦,先出去就对了啦,然后过后呢,我们等一下love like share,我们多一下子我们开始看一下声音 不错啊,等下我们check一下,我check好那些声音是否是ok OK,声音OK,画面应该还是可以的啦 我看一下,Hello,我们的咕友进来啦 哇,今天很早啊,阿姨阿姨还有我们的华亮,来来来,进来啦,进来啦,聊天一下啦,聊天一下啦 今天马股跌1600点以下啦,1600点以下 怎么样,各位 跌到1600点以下啊,有没有很紧张啊 那么呢,今天呢,开的这个所谓的直播啊,是我们献给有缘人的一桶金啊 应该没有错是第四集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 明天卖了,哈哈哈 Albert Wong Hello,Can you punk,看到你了 Tek Chong 还有我们的Gate Hun Tsai Ming Fong Live Benson AK Wong Candy Max Wong,来啦 Yuan Heng Fong 还有我们的Ung Hee An Lee Lim Wingsin SC 晚上好,晚上好 大家进来就对了啦 切出去就可以了啦 Mac Tan OK,那么 首先跟往常一样啦 我先来一个所谓的discrimination先 以上,现在之后所分享的计划产品的时候 我个人经营分享,每个人的买卖建议 大家要热买买热,进行我们的买卖支付,谢谢 那么我们来正式呢,跟大家聊聊天啊 不晓得在今天啊,大家 还是不是很好 因为我有一些股友就告诉我说 看到股市有一点不稳定 如果大家现在有听到或者心里有想想一种情况啊 现在的股市到底是稳不稳定啊 是会上还是会跌 还是有一些问题 问题在心目中说 这个股市现在是牛市的初期了嘛 为什么看到好像牛市了 又好像不上不下 很通很很很 很这样啊 很很 不见话有一句话叫屋主的 不懂大家明白 OK,那么呢 就是很 很忐忑啊 很忐忑不安 然后很 很不爽 这样子的感觉啊 那么呢 如果说大家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呢 就在下面写 YOW 各位 那么我们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个 献给有缘人的一桶金的第四集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呢 来 开这样子的一个直播来献给有缘人 诶 还没有写这个link出去 我才想到啊 幸好 OK 给我们telegram股友先啊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OK我看一下啊 OK出了吗 出去了 有有有 OK 通膨压不下哦 股市淡净啦 等等等等啊 一大堆啦 想法 那么压得下压不下还要看啊 还没有到啊 还找还找 还找还找 OK 来 那么呢 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呃 有很多人呢 在这个时候啊 可能就会感觉到说是很压抑啊 对不对 我刚才看到有啊 很辛苦 然后不懂说 欸我到底是要怎样做 那么也有很多人之前跟我提过 Tony啊 你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有关你到指数的一些资讯 然后呢 让我们的这些股民们呢 大家朋友股友们呢 可以呢 跟你大概啊 一起研究研究一下 我就讲 欸不错的一个看法啦 不然我就分享一下啦 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发现到说 还是有很多人呢 基本上对投资产品方面 还是不是很理解 那么有 金融产品有很多 金融产品真的是有很多 当然我们呢 七上八下 哈哈哈哈 OK 怎样的啊 解释都有啊 Under pattern 大家好 大家好 心情七上八下 哈哈 OK不要七上八下啦 不要七上八下 今天跟你分享啦 这个方法过后 应该不会七上八下啦 那么来说 啊 信给有缘人的一桶金的 这第四集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哈 啊 在 金融产品有好多 当然呢 大家往往最普及化的就是会听到就是股票 那么会讲说是 哎我买这个股票哈 就等于是投资在一家公司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股价呢 走深的话 我们就赚钱 那么公司有赚钱 也会给一点股息给我们 当这是好像一个安慰奖啦 就是来给我们啊 能够去啊 hedge again 这个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什么 就是通膨的意思啊 通膨呢 就是东西会呃 就是会走涨啊 东西的价格会走涨 那个叫通膨 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一些新手 可能说刚刚进来金融市场的 如果有在下面写一个new 或者end给我 让我知道我多少个新手啦 所以等一下我再讲解这个方法的时候 可能我会比较basic一点 简单或者去讲 那如果没有这样多新手的话 那当然我就可以讲的比较深入一点点 那我也不晓得今天 我们的听众跟 啊鼓友们 大家是老手 啊我知道老鸟很多啊 啊很厉害的也是啊 大家棒棒啊 哈哈 那么啊当然也是有很多 有一些是新手的 那么啊大家睡出去啊 那么如果有新手的进来 就打个new给我知道就好了啊 那么呢我知道说呢 我应该要跟大家讲多声啦 那么其实呢讲到这一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 大家的心情忐忑不安的情况 当下有一个东西能够让大家心 比较安下来的 ok我看一下有多少个 哦有人写了哈 Ricky是new啊 Ricky ok还有时候啊 Kenny两个 多嘛你们多人是新嘛 多人是新我就要讲 比较basic一点点 不可以讲太深啦 不然听不懂不明白 Hello Hello Dyson new没有看到你很多次了 嘞 来我们直播 哈哈哈 ok好来来来 不用紧啦哈 你们有些人很谦虚啊 很谦虚 Casey Lim ok 来我们先来开始一下 不用紧啦 我看到反正有这样多新手 也是哈 我们就不要讲得太深 今天晚上 好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 著名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其实也是很多人都认识了 他的名字叫 Peter Ling Peter Ling 他本身呢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Fund Manager 当然啦 在这个Market里面 我们知道啦 过去的几个Decades 几个 都有很多很多很著名的投资者 跟Fund Manager 那么呢 他讲了一句话呢 我让我觉得说 可以让大家不用忐忑不安 不用气善罢下 刚才有讲很多很多的那种心情想的 就是说去形容自己心情的东西呢 我可以用这句话跟大家分享 那么Peter Ling 他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股市放得比较长远的话 Longer term的话呢 那么其实股市都是会上的 为什么他永远都是会走张呢 今天就要来跟我们很多的新手跟老手跟 今天不管是半桶 七分桶 八分桶 谁都不用紧啦 我们从第一开始讲起好不好 那么如果已经会了 就当着复习啦 那么如果今天是不是不会这个东西 就当着是学习啦 就把它抄下来 以后对你有帮助 OK 好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对于我们的 新手来注意听了 如果今天你刚刚进入这个金融市场的话 可能你听到我分享的这个东西 搞不好呢 再多一个十年 他可能会为你创造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金融市场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为什么说呢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进来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心态呢 都是一个我们所谓抱着一个心态 就是我进来试一试 我进来呢 赌一赌运气 比方说我看到某某一只股票 有机会我就去买一下 希望说呢 他某某什么时候他会走生 那么我就赚一点钱 对不对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基本上不是赌运气的 他本身是说 他是真正的一个投资者 就简单来说呢 他进来这个金融市场 他是买股票来收的 那么他为的只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 是资本的成长 我们叫capital application 第二呢 是他要退休了 有没有退休人士是投资股票来退休 只是收股息的 我告诉你在我身边 我认识的是有很多 当然有可能大家身边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也有可能的你知道吗 因为depends on 就是看我们餐的人是谁嘛 那么如果我们餐的人是这种类似的人 就会看到哦 原来还有一批的人哦 他们是可以过生活 呃在老年的时候 还是在年轻还是几样都好啦 在什么年级都好啦 depends on他有多快咯 他就可以呢收股息过生活啦 就是不要说大花啦 就是这边左手来右手出货很多钱的话 他其实是很好过的啦 OK 这种人 好 那么这些人呢 他为什么会做得到呢 其实就好像peterlin所讲的这句话 我们的整体上的stock market 股市 放长远 他都是涨的 有没有听说啊 最近有人讲啊 投资股票三年 可能说他的return是about 比方说我讲他收三年啦 可能他会拿到一个可能二三十个percent 他可能收五年他可能会拿到一个四五十个percent 他可能收十年他会拿到三百多个percent 啊不是开玩笑的 有有最近也是有人开始在share这个东西的吗 我有看到啦我有看到 那么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策略的 其实peterlin讲的这个东西呢 当然如果我们apply在这一个股票的话 不是每一只股呢 放长远他都是一定会涨的 因为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比方说公司如果遇到不好的 他就可能会股价会下跌 因为呢他自己本身的structure 公司没有说啊管理的很好 老师啊三月的投资十分难过希望四月一切是顺利利 可以啦sharen哦不要担心啊 听我今天讲完了你就会知道很多东西是可以呢 顺顺利利的来我们来听一下 其实呢我们知道放长远的话呢 股市他都是上的 那么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peterlin讲的很 经典的这一句话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说 那么当然一个传奇的人 他能够每一年这样子赚二十多个percent for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很久 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东西耶 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都没有说 呃出来没很高调去让很多很多人认识他 啊像巴菲特这样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对吗 但是也有一些很成功的投资者 他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他们也很厉害完了他们是没有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不要出来呢 因为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低调呢 因为可能有一天你到了他们的这一个境界的时候 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有些人他们是不选择出来 啊高调的 OK 那么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首先其中一个peterlin没有说太高调 可是也有人认识他的一个fund manager 他所讲的这一句话呢 其实是这样的哦 我把它剖析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 大家一起研究 那么股市长期都会上呢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inflation 通膨 今天最近很多人都在讲通膨 很多人说通膨压不压得下去啊 就好像之前我一直跟大家讲通膨压不压得下去 很多人一直问我 通膨压得下去吗 那么我跟大家讲 instead of 现在我们去关心压不压得下去 因为四月定江山 三月升息过后的四月前的现在 股市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它还是陆陆续续的走神上去 对不对 所以简单的来说呢 美国联邦储备的这个鲍威尔 他是笑了 我这个呢 笑啊 笑着脸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说是安全了各位 所以如果今天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安全 那么意思就是他已经有办法在后面呢 用更多的这一些 我们所谓的金融的一些策略的东西去稳住这个市场 好这个我们就撇开不说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吗 那么他为什么会一直会上 OK 首先第一点我们知道通膨 通膨东西会起价 那么为什么呢 每个国家跟每个经济体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都会面临一个通膨的情况 就是inflation会走涨 因为呢如果今天 inflation没有走涨就等于是经济没有growth 就是说经济没有成长 经济没有成长啊很严重哦 就他就没有成长就够力了咯 我们基本上就每个人就每天打开钱包 哇没有钱打开钱包 哦又没有钱去ATM看也没有钱啊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没有成长 但是成长的太够力的话呢 就会是怎样呢 哇这边呢明天听到有谁换车 明天听听听到有谁又投资什么房地产 啊后天呢又听到有谁讲他的股票赚了多少个percent 然后又大大后天呢听到有谁谁呢就投啊 又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啊啊我们说啊 奢侈品啊是很出名的一些所谓的保值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讲古董啊等等这些啊 这种东西就会发生 那么他基本上呢我们知道如果他发生的话 这种情况就是他一直酷很多人一直换车换房什么时候 也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他会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会抛摸 我用简单的百话文去解释这个东西 让我们的新手可以先明白先 老手就当着护习好不好 OK那么我们知道说呢 其实这个东西他起价的话 他到一个阶段他是会抛摸 你想象一下看如果今天啊 一个电脑啦 我们随便来讲一个电脑啊 以前是卖2000块突然间他卖5000 同样的一台电脑一直起2000 起到5000这可能性大吗 在短短的一年可能性是不大的 所以一年其实起一个10到20% 最多30%是很恐怖的 比方说2000块的东西你起30个% 就是三二六六百块 2600块啊消费者去买的时候 喂有没有搞错那时候来看2000块罢了 你现在卖我2600啊有没有搞错你起价 他就会给你拿一大堆的 那个我们说道理哦 一大堆的经济道理来说 现在啊某某地方起价了 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起价 可是他看到的是短暂 他不知道long term 所以呢 他起了那个价钱过后 不代表说是一定解决那个问题 你知道吗 如果他起了那个价钱 我们先来讲商家先 商家尤其是现在我来讲 现在发生的事情来 大家听啊 谁是卖东西是商家 可能大家一起参考研究一下 因为有一些商家呢 就听到说东西起价 因为成本价提高嘛 好像说我们讲铁啊 钢啊 不管是任何的产品啦 production啊 manufacturing生产线提高嘛 他们就去起价 但是可能不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这个inflation它会很久嘛先 这个是重点 如果说我们起了这个价钱 我们的竞争能力就降低了 就说他的同样的产品呢 就会比较价格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看 哎 这么你的是卖100块 他的是卖70块 同样的东西 可能说产品 他的brand不一样 人家就会换了嘛 今天是我 我就不要去用这个100块了 然后我去买80块了 同意嘛 所以变成是说生意呢 就会有一个状况出现 接下来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叫restructuring 的一个情况 那么每个经济 在控制inflation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那么献给有缘人的一桶金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 除了inflation之外 还有第二个叫population 你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说 有一些国家是控制population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人口一直整 中国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嘛 没有人口不是好事 好像台湾 人口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 怎样子拿念的控制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为这种东西 你能够控制别人说 OK不要 有多少多少个孩子 很难的嘛 所以国家其实很难控制这东西 所以population它的增长呢 就会吸引到很多人去花钱 同意嘛 当很多人去花钱的时候 基本上呢 它就会刺激到很多的经济的成长 包括一些 我们讲上次公司 他们在卖那些产品 比如说卖奶粉啊 卖baby的东西啊 今天生孩子 不用买baby的东西 因为从小买到大哦 对不对 还要读书上课啊 又要买书啊 买铅啊 买书包啊 买鞋啊 买这个 全部都是啊 买袜子啊 什么都要吃啊 这些啊 OK 我们吃到这些东西 它都会呢 帮助到这些工厂哦 卖的工厂 他们的销售会提高 当然销售提高啊 当而inflation跟着提高的时候 它就会刺激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通膨 所以这个通膨如果它继续走升上去 然后经济是跟着上的话呢 那么股市也会跟着上哦 为什么啊 来分享一下啊 喝水先 大家卖出去啊 卖出去啊 给他们进来先啊 因为有些人我没有做 我今天没有做 announcement 也是 就是薪水来找啦 我们share啦 因为这里我跟大家分享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股市它有分成两种 一个叫股票 一个叫指数嘛 指数就是说 它是一个国家的index 它代表这个 国家的股市 比方说 好像malaysia就是KLCI 好像美国就有道琼指数 OK S&P500 NASDAQ 然后香港就有恒生指数 中国就有中国A50指数 Australia就有Australia AXX 那么我们有富时 UK富西跟日本东京指数 等等的一些指数 对吗 这些指数呢 它是在这个某某一个国家的股市里面 它是控制着有一部分 比较精英的公司 什么叫精英的公司 比方说 我们讲Top Student 学校有Top Student 对不对 最表现最好的 就会被拿去打广告了嘛 开玩笑啦 OK 所以把这个是实话 很多都是这样嘛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精英 那么打广告的意思就是 它就会去代表这个国家去打广告 因为它代表这个指数嘛 所以它就是那个广告嘛 它这个指数的下面就是可能有30加 好像malaysia有30加 我们去到别的国家 可能有些有100加 有些有500加 有些有30加 有些有200加 等等等等 所以每一个呢 基本上的Top Student 就是所谓的Top Company 我们现在来讲Top Company 它们就会代表这一个国家 OK 去成为那一个国家的指数的一个成分股 OK 那么 刚才我们讲到Peter Ling的那句话啦 Peter Ling说 长远它都是上的嘛 long term is increased嘛 那么如果长远 我们知道指数 就股票股市都是上的话 那么指数是否是会上诶 答案是会 今天献给有缘人的一桶金 你如果明白我今天讲的这一句话 十年之后 我们再见你的一桶金 你的第一桶金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你的第一桶金 我这里来更加简单的来解释 什么叫金银 好的股票才能够代表指数对吗 在逆进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好的 一些好的股票变不好 然后就被踢出去 换成好的成分股进来 每个国家都一样 那么这些公司对吗 有些它是金银的话 那么它本身呢 就会被纳入这一个所谓的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然后他们因为是金银 他们所赚取的利润 就是我们所谓的profit right profit 就会提高它在本公司自己 他们公司里面的这个价值 我们叫valuation 那么valuation就是价值吗 价值跟价格又有分别 OK价值我们叫估值 今天我去估一个手表值多少钱 我去估一个电脑值多少钱 去估一间房子值多少钱 去估一辆车值多少钱 等等这些叫估值 还有另外一个估值就是比方说 股东的东西啊 我也是有玩一点点钞票的东西 比方说这100块是以前我们的马币100块的吗 现在没有了 你们药也没有了啊 这个没有了对吧 这个药我是去买的啦 OK这种哦 再多一个10年20年 你认为它会值多少钱 你认为它会值多少钱 它会很值钱对吗 还有比方说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啊 比方说这个50块 你现在去看看不到了的 以前有啦 以前到处都有嘛 现在它没有了吗 对不对 收回去没有了吗 那么还有啊 比方说呢 这样子的你看我收 这种你看 这种 这种钞票 你认为未来给它多10年20年 没有了过后 人家会卖多少钱 它就有那个价值在对吗 这个我们叫估值 就是 valuation 我们去评估 我拿几个 example 给大家去去明白 用比较 layman的方式啊 我们慢慢解释 那比方说 就好像这个有人讲 他不懂啊 他讲在Facebook有人卖到150块了哦 就是150块都有的人要买哦 真假我不知道啊 那个人卖给我啊 这样子跟我讲 所以他跟我讲 我就买了咯 这个是 这个是 blue night的 blue night的 你们要吗 要不可以啦 对不起啦 我不卖啊 这个 你给我 给我1000块啊 可能我 我会考虑一下 1000块 我考虑一下 OK 那么这个是 limited 这个也是 limited 你看这样子的 这种的 我就拿几张出来啦 一些我有收藏的 给大家研究研究啊 那这种 这种他们是 limited的 他们他们补票啊 也是有啊 所以等等这些 钞票的东西啊 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mple嘛 一个例子 来比喻说这个指数 对吗 这个指数 比方说我们讲 他不好了 他不能被 就是不好 他就被踢出去 OK我们来讲 价值高 我们讲到这些股值 这些未来的价值嘛 OK 同样的 我问大家指数 他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有的哦 就好像股票 我们说 因为我是独估价的嘛 所以我懂这样子去评估 去评估 这个皇帝喊值多少钱 这个股票值多少钱 我现在是 我现在更加延伸的 去评估指数了 OK 所以呢我已经延伸到 这个阶段了 所以呢我现在呢 我只能跟大家讲呢 其实有一些指数 对我来讲 现在是undervalue 是被低估的 比方说我看到有一些 比较好的 那么呢 呃 请问一下这些被低估的指数啦 他未来我们都讲被低估嘛 啊 他被低估 然后彼得令也讲 未来长期放长远 他是上的 这样请问啊 我今天是一个新手 我最主要要关注的是几个东西 第一 我要知道他方向 如果不知道方向 我拉长远他都是会上的 这个我知道解决了 第二 要有钱 啊这是真的 资金要够 资金不够 不可以玩太大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资金不够 玩太大的话 基本上他的浮度空间 在指数上就不够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上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做涨 他上的时候我们就赚钱嘛 他跌的时候我们就亏钱嘛 那么如果我们的钱够多的话 我们玩的不是很大的这个仓位 这样子他上去的话 是时日可待的同意嘛 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关注 当然第三个我们要关注的东西 就是这个中间我们会流失的一些 所谓的cost 我们讲成本 比方说好像说brokerage fee 还有他们的一些等等的什么 我们应该要还大概多少钱 这些要理解罢了 然后到最后 如果我们长期懂 怎样子去找出这些好的指数的公司 国家现在已经是国家了 公司是资钱了 所以因为我常常讲公司 所以讲到我都已经上口了 你看到吗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很浪费 你懂吗 有很多人到现在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我发现到在马来西亚 是不懂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今天Tony我相信 我算是在这个财经趋势谈 算是第一个 那么如果谁要copy的 请给我credit一下 那么呢 因为是这样吗 是吗 你抄我你要给我知道吗 我要懂是谁吧 那么来 那么呢 基本上我们知道说 in a valuation sense we understand that 他in the futures like Peter Ling讲的一文国 right so如果我们的资金过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一笔资金 比方说 是 是 不管他多少钱 十千也好 一百千也好 那么我们玩的场合不是很大 他上限也不多钱 那么他 长远走深 我们就赚钱嘛 所以有没有看过一些资金啊 我们所谓的fund 有看过吗 有看过fund的人在下面tap 有看过一种叫index fund的在下面打 yes 给我知道一下 那么 他们怎样赚钱呢 其实他们要怎样赚钱呢 很简单罢了吗 想知道有没有被低估 能不能够买哪一个指数 我先卖个关子好不好 有时候很多东西要讲很长 你懂吗 我单单一个教学我两个钟 那么下面有一个link 你们进来来临的教学 我给你讲什么会上 什么会怎样 你去看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跟大家讲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几天这一两天里面 我都是在看report 都是在做一些assessment 跟assess 跟variations on这个市场的一些指数 跟股票等等 所以我已经差不多做完我的功课了 有一部分了 所以我会放在教学会给大家知道 你有兴趣不用钱了 你在下面的link 你自己进来赚就可以了 你要快啦 我们人数是有限 每次我们最 有什么三四千个人 这样我们就close了 depends 看情况而定 看我们团队的决定 也有时太多以上manage depends 你们要你们快就对 如果他们心情好 我们接受我们就ok了 那么 现阶段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明白这个道理了啦 那么我问你啦 我给你十年的时间 我给我们十年的时间 我们大家十年的时间 那么我选一个国家 刚才也讲我不赚嘛 ok肯定是赚的嘛 赚反嘛对不对 我们不要讲十年啦 十年太长了 ok我们知道它的间中 可能每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多一个波浪的 那么我三年赚一轮一桶金好不好 每三年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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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请问啦 第一桶金是最难赚的同意吗 同意的在下面写同意 谢谢 很多人都跟我讲 Tony啊我跟你讲 我买之道投资 如果我有100万 那时我五十八万对不对 很多人那时候有 他就讲 如果有100万 我买这个股票 我一年可以收多少的股息 我就和谁了 有没有 但是他跟我讲 Tony啊 要赚那个第一个100万是最难的 ok 我跟大家讲 其实是 不是所谓的难以不难的问题 它难在哪里 我们不懂 因为市场普及化的东西已经普及了 所以呢 大多数会听到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基本面啊 技术面去炒作股票 炒作这个炒作那个啊 这些是已经很普及的东西了 如果听普及的东西 不是说不能赚钱呢 赚小钱 Tick down come to 小钱 在market里面 你要成为一个王者 在这个所谓的financial market It's not easy man 要真正的有料咯 要懂的咯 要真正知道咯 这个就难咯 当然有很多 他们是选择不讲的啦 比方说好像我们说 现在的做Solo 他也不出来讲 不出来讲 Warren Buffett也很少讲 现在叫查理蒙哥讲 查理蒙哥 他的partner 那个男好的好朋友 那么Ray Dario还好啊 Dario有出来外面share一点点他这样子 所以不是每个啊都会出来讲的啦 那么我选择分享也是因为我的之前 我的师傅叫我要做的东西 我照做罢了的 OK啊 那么呢 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说 如果今天大家明白我今天讲的这个道理 不要再给市场任何的information 尤其是现在的咨询爆发 到处都有咨询 这个咨询看了又这个又这个 很容易被 被divert掉我们的attention 其实不用了 我们明白说 怎样做了过后呢 只要选到那一条路对吗 我们走那条路 就是一个产品 一条路 你走一个三年 你看你有没有赚第一桶金 我不相信 没有做到 除非就是 没有用心 我只能够这样讲 因为 其实要赚到一桶金刚好 我已经讲的这么明了 未来是会怎样 go out and what's the market right now OK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 在市场很不稳定的时候 尤其是出牛的时候呢 我们所谓的逆境的时候 最多人 最多声音的在市场 然后很多人会失去信心 他比方说他买股票以前买到很高位的 然后他跌下来 他亏一点钱 他就会跑去学新的东西 他忘记了他的本 什么叫本 就是金融市场的根本 我们说做人要有根本 那么市场金融上有没有根本 有没有原则 有的 当我们明白这个原则这个根本的时候 你要在市场上不赚取人生第一桶金 都难 真的是我不是开玩笑的 他只是难在哪里 我们的忍耐 我们的心态 没有manage好而已 为什么呢 尤其是现在我们有社交媒体的年代 一打开社交媒体 这一边被吸引去 那边被影响去 这边被拖着去 就忘记了 忘记这个他的本 所以我今天透过社交媒体 传播正确的投资价值观 让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 其实要投资 不用乱乱听 focus根本 你只要back to他的根本 告诉你 赚钱 然后在金融市场上 永远都听到的 长期投资的人 往往都是赢家 在股票 我们讲股市中 那么指数呢 其实也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要怎样子呢 把长期跟短期的 配合整合起来用 这个才是最高招的 OK 长期的我们知道 他都是容易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靠这个吃饭 就不能了 你长期你要等一年过后 你才结账才有钱 有饭吃不是很头痛 对不对 那么除非要不就是资金很大的人 他能够做dividend collection 那么如果不能 他不能收dividend 他就要做一点交易来赚钱 那么交易也要选产品 不是什么都可以来做交易的 所以你要很会选 选错就是完了 也要选国家 不是什么国家都可以的 有些国家是不能的 但是我这里我不会讲 对不起 因为我要比公平给所有人 因为我知道market很大 我不喜欢讲 因为我也不喜欢 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讲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那么我只能 可以讲的我就讲了 如果你有来过我的教学会 跟来过有跟我学过 应该有听过我讲 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是可以做什么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做什么 这个东西是可以做什么 我来到这一边 我只能够跟大家提说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年轻的 听老师说真的安心很多了 因为很多消息一直说熊市来 那么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为什么会讲熊市来 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我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已经之前有讲过很久了 那么过后我就没有什么讲了 有注意到吗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我告诉你 熊市它要来啦 如果你要注意一个东西就是 大家都在讲熊市的时候 你不用去听了 如果80%的人在外面 我讲一个经典的例子给你听 80%的人外面都在跟你讲是熊市的时候 你买就对了 然后要谢谢他们那些跟你讲的人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他把票送给你 便宜便宜送给你 This is the fact period market永远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听到有一堆的人在外面 在跟你讲 牛市 very boo very boo very boo 你去买菜 今天买菜的阿姨 uncle都会跟我们讲 哎 你有买这只股票吗 那只股票吗 你要注意了 在那个时候 这个常常都是传很久很多年了 很多人听听 他听爽 他觉得 哎呀 是吗真的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我告诉你 现在我敢讲 你走出去那边很多你跟他们讲股票的东西 他们很怕的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然后第二 为什么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讲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expect他们预测通过膨胀这个东西控制不当 然后当通膨控制不当的时候就有崩盘的现象 那么我告诉你他会有 你会在你会讲 你会跟我讲 对 但是不是现在 他需要更长的时间 I tell you the facts 他需要更长的时间了现在 因为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罢了 其实那时候说黄金啊 黄金他跌下去的时候啦 他跌下去的话他又弹回上去嘛 其实有一个助力是来 protect这一个市场的其中一个 来得也算是时候也算的不是时候 depends啦 看我们这样看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俄乌的这一个地缘政治的关系的问题 因为这种情况啊 他发生在这个时候啦 全部人跑去避险黄金就冲上去嘛 冲上去的话他就修复下来嘛 他整体上的价格已经忽然间去到高位了 然后再加上Born You 你要知道我们的国债力 之前的时候呢 基本上已经开始修复了 现在接下来可能又要慢慢出现倒过的现象 但是 我们这个美国的保卫额 他们那一群人 也会说他会尽他的能力去控制 但是我不排测 也有可能性他控制不了 然后跌下来这个可能性有嘛 答案是有的 可是高还是低 低了现在 之前高 之前真的高 如果你跟我讲 我会怕 所以我在生息之前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走去哪里 人家跟我问我的话我都会讲 对不起我 你放过我啦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知道先 你给我等他生息 我跟我分析完了 我给你懂 OK 接下来呢 他会graduate去生息 你知不知道 英国也生息了 你知道吗 英国啦 只是我们马来西亚不要生息先啦 OK 不要这样快啦 steady啦 让他上先 OK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如果一个国家啦 没有办法控制到啊 他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这样子做的 如果他真的会崩 你认为他们会这样子做吗 不会的嘛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就是 你要看 那个跟你讲的人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是对这个东西熟吗 还是他只是讲罢了 如果他的背景是在对于趋势跟对 宏观经济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可以当成是reference point 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只是普普通通一个 才出来没有多久 或者说对市场投资也没有什么经验的 他跟你讲这种话你要小心啊 可能说 看看听听一下啦 听听一下 熊市几十会来孙串 现在他是会顶住了 没有这样快 真的他会顶住了的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 如果这一次真的熊市大 他来到很严重的话呢 我跟你讲其中一个东西很严重 我现在喝水先来 因为严重要喝水先来 不然讲不出 直播你们很坏蛋 你们真的每次在直播一直迫我 叫我讲那些东西的 有些东西很难讲出口的 我在教学会我会讲多一点 那个close的 你们自己进来的时候我才会讲多一点 我现在先讲一点点 如果真的美国没有做好啊 他真的崩下来了 consequences 就是后果很严重 让我想一下怎么讲啊 总结 我可以讲总结 总结啦 有可能啊 中国会overtake 美国的 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看的 哎呦呦 每次讲这个我都很怕 可是我跟你讲啊 我最不想看到的东西了 但是 哎呀很多东西你们在教学会我跟你们讲啊 我也有很多slide在里面了的啦 所以我跟你们讲 这个直播不可以讲啊 直播不可以讲 有些东西的直播不可以讲太多 OK So 我只能够说 美国一定会想尽办法 跟朋友一起去挣着这个股市的现在 最少挣一两年了 就是2022年到2023 所以这段期间啊我跟你讲 很多人如果看随他的啦 他没有去投他会哭的真的 他接下来会哭的 哇 废天了来不及了 又在miss掉了 然后当他miss掉他没有买的时候 当他去买的时候 有熊市来了 这样他的时间点错了 所以我们讲预测啊 真的要很熟悉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啊 我看很多angle的 我看political angle 我看就是政治啊 他们的政策啊 国家啦 然后那些商家啦 他们的债务啦 他们的很多的 咱们还有个股啊 我看很多领域 你以为这样容易啊 头发都白了啊 才卧白了啊 烂了烂了 真的跟你讲 不容易啊 所以不可以说靠嘴巴讲爽的 不能不能 truly agree with you truly agree with you i have accumulated low price share of amd for many years and patient unsold 150 i earn 5 times from 150千 yeah split thunder you see 你看我不用讲啊 下面他讲了 其实我跟你讲啊 你看这些赶出来跟你讲的人哦 就是他为什么愿意站出来来挺我跟你讲这句话 谢谢你啊 Split 谢谢你 Split 谢谢你 Split 你帮到很多人了 谢谢你 因为他们敢这样子出来挺我跟我讲这句话 是因为有太多人哦 其实上波的是错误的投资价值观 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 我告诉你一大堆你开起来一堆视频 所以我只能够说自己要很聪明的去分辨 有些是对的 对对对对不是不是全部 有些是对的 有些传播的是对的 那就ok yeah i see some is good one really really 所以我真的要称赞 有些是ok的 不是全部 但是自己要很会去分辨啦 所以你多听我的直播 那么慢慢听我讲的一些价值真实的东西 然后长远你学习对的东西过后 这个人投资才会赚钱的 因为他学的是正确的东西嘛 长期都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谢谢我们啊 祝了啊 OK how is JPM OK今天我要告诉你啊 股票 刚刚我们讲的是个股了 现在我回来个股了 刚刚本来我今天要讲的是指数的嘛 那么大家又问个股的话 个股你就要很会看了的 个股就稍微比较深入 我下次有机会的时候 我在全职投资者 在跟大家分析比较细一点点 有关于这个是要全职投资者 比较适合 就是讲这个东西 那么因为个股的话 我们还需要知道这家公司 它本身的价值是多少 然后它公司的未来前景 基本面领域 然后有没有competitor等等这些 就是很多喔其实 才可以知道它未来的成长 当然以整体 它必须要跟整个宏观 连在一起的 然后如果它可以的话 这家公司收它五年 它是会上的 它是会上的 OK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会明白什么是真实的金融市场 因为我太热爱这个工作了 你明白吗 我热爱到一个程度 你不敢相信的 我热爱到我可以没有钱 我今天跟你讲这个东西的 真实的东西的 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是 有些东西是不需要钱的 可是有很多人收钱的 收钱的真的是很给的 我收钱的我是给你的是solid的 那个才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需要到 那个需要费用的 需要到人力物力去做那些东西的 好像 因为对我而言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 比方说好像我们去读书这样子 今天我去读书了 买一本书 这样子我读了这本书 这本书有教到我东西吗 如果有教到这本书有教到东西 那么就OK了 对吗 那么我去上一个课 比方说我去大学还是去哪里 我去上课 然后肯定会学到东西的 对不对 研究吗 一定会学到东西吧 所以今天你上我的这个直播 我也是希望透过我的这个直播 你一定会有get到一些正确的information 因为我相信 我们本身WCD我们的使命 我也是很follow这个东西 就是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理念的投资的information 你不可以给错的 因为我的孩子的孩子以后 也是大家的孩子的孩子去教的 所以今天我去教别人 比方说我去教育别人 我一定要教育正规的对的东西 然后这个人他学到的可能他现在是二十岁 二十多岁 他长大三十多岁过后 我已经老了 我四五十岁 可能我也是没有没有这样子教了 比方说还是怎样 他就会成为那个代替我们的长江轰浪推前浪吗 他代替我们吗 在那个时候他教我们的孩子的东西是否是正确的 这个是我很注重的东西 如果他教的是不正确 这样接下来的一代跟一代是在退步的 而不是在进步 我们要的是进步 而不是退步 所以要进步就是要给正确的 然后再加更强的东西给他们 让他们更强大更强大 马来西亚应该是要更强大 而不是更衰退的 你们同意吗 同意的在下面你就comment OK 地球海呼吸到空气就算不严重了 美肯老师你太伟大了 不要这么说 谢谢感恩 大家一样 大家一样 大家努力 Kristy Wong can accumulate NVIDIA NVIDIA好古爱的 电脑有哪一个不需要他 OK 你不要讲太多这个了 老师你怎么看被灯 要向有钱人赠税 谢谢你 OK 参会令 他要向有钱人赠税这个策略的东西 已经不再是一个很普及的东西了 因为我告诉大家 当一个 OK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了 其实一个国家他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如果对有钱人赠税的话 有钱人就会想尽办法把资金移出去 这个国家 我怎么会讲到这边啊 那么 但是他不赠税 他很难赢到明星 同意吗 他没办法拿到票嘛 他坐不住他的位置嘛 所以他这样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必须要很小心啊 很小心啊 如果做得好 这样这一批有钱的 我们讲Ultra Rich的人 他们没有走出去那个国家 往外去投的话 这样子他的国家会maintain 如果他往外投的时候 对吗 他这个国家他不是会跌 不会 他只是很难grow而已 然后这笔钱投出去的那些国家 对吗 他们就会慢慢的起来 我问大家 中国大家知道吗 这个可以讲 中国上市公司有很多选择去美国上市对吗 为什么美国要制裁他 你们想一下 这个我丢回给大家 OK啊 我丢回给大家 大家想回去自己思考 这个答案我不可以跟你讲 暂时我不要讲先 OK啊 通过家里每个人才能 才能够过得更好 同意 永远 所以我永远相信 Education can change life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这个是我很相信的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呃 不懂啊 总之我就是相信教育是很重要 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 我告诉你 我还在学习 我还会继续学习下去 到我老我都还会继续学习 我会学习的更多 我这样子才能够传播更多的 资讯给大家 同意吗 因为我们才可以给下一代跟下一代跟下一代 更多更好的东西 我一直在想尽办法 这样让我们下一代 学到更加高深的知识在金融市场 也希望能够超越国外 哪怕一个东西就好了不用多 一个就好了我专注一个 这个就好像Olympic嘛 Olympic比赛的时候 如果我们马来西亚去比赛 每次我们去比赛 我们Bepinton Bam!以前啦对不对 我们李仲伟 也大多利很厉害嘛 Bam!赢了 我们很开心 但是Education没有哦 我就觉得很纳闷哦 在金融市场更加不用讲 厉害的有赚到钱走掉 不要了 走掉不要在马来西亚了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就很难 所以也是很伤心啊 所以希望哦 我相信马来西亚是会更好 我们大家可以更好的 尤其在金融市场 大家要加油 我有很多认识很多啊 今天如果你今天是在金融市场 打混的人 鼓友们 加油 马来西亚的金融市场 有靠大家了 会更好的 我们一定要把马来西亚的金融市场做更好 OK 好 那么讲到这边我看一下啊 有多少人 Ivan from really lucky get hurt so the fruitful 老师我们赢的指数钱 是赢谁的钱 国家的吗 哦指数的话很多咯 有外资啊 有国家啦 有这个啊 有那个很多 很多 也有他们自己本身上市公司 他们有时候去买的都有了 OK我们来看啊 如果中国起来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就会超越苹果之类 美国最不想看见的 啊 这是其中一个point error 这样 OK啊 你们自己看啊 认同老师 感谢老师分享 去年老师说要选股系股投资 拿到很开心 谢谢 YFU Thank you 你看他们愿意跟讲 是因为他们 这些股友们 他们知道我讲的是对的 是真实的 当然有很多人会打压啦 不甘愿 他就是 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些东西 你懂吗 他们可能在别的地方 他们想 在市场捞一些钱 可是我要做正派的钱 你明白吗 要赚要赚正规的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不懂大家明白吗 这句话 人人都爱钱啊 我跟你说 你给多一点钱 他谁不要吗 但是赚钱有赚钱的规律 金融市场有他正规的规律的嘛 那么我们应该要走正规的路啊 交给大家正规的资讯 大家才会赚得安心嘛 就不会说有一批的人 小批人赚很多钱 大批人全部是亏钱的 没有赚钱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个市场长眼下去不健康的 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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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看到我会开心吗 我不会开心的 哪怕给你挤有钱都不会开心的 同意吗 只有自己心里面知道不了吗 自己做过什么东西 骗得了全天下的人骗不了自己 同意吗 ok 所以我们做人我们要 对得起天地良心 ok 中国其实去了美国上市 拿了美国人的钱回去 去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企业就强了 tue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 谢谢tue 这样会是非常重要 ok 那么 从今天开始呢 我希望能够透过我的一些直播 跟我的教学 跟我的教育 能够改变大家的一些思维 对金融市场上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继续加油 真的不要放弃 然后不要放弃 因为现在的金融市场 我告诉大家 真的是可以赚钱的 尤其是如果我们懂它的 它的root ok 那么我们回来 我们再来讲 接下来马股要怎样赚钱 很多人都问嘛 有很多人问我呢 他讲我知道你很多很多国家 很多策略你会啊 我问你啦 Tony Malaysia 我要 我要投资啊 我怎样可以赚钱 我跟他说 你有听我的直播 跟我常常在电台啊 哪里的分享吗 我在杂志写的 你有分享吗 有看吗 他讲没有什么注意到哦 你可以讲吗 我跟他讲很简单罢了 在马股投资 在马股投资永远记得一个策略 这个是很好做 也很安心 也赚得很爽的一个策略 我今天心情好 我跟大家分享 要吗 想要吗 想要在下面写一个想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多少人想 喝口水先啊 OK 身边的全部一起赚钱才是爽赢队 同意 来 想不想 马来西亚赚钱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今天你去问一个已经投资很多年 我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的老手 都是very good的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 他们没有这样 那么我告诉你 其实很简单罢了 马来西亚投资嘞 你看到人家熊市的时候 但是我讲给你听 你一定会讲 这样子这样很闷的 可是我告诉你 赚大钱的都是很闷的 你相信吗 听啊 很重要的 喜爱 每次你看到熊市 每次三年 五年七年 每次都会有一次的熊市 很够力的 它熊市爆跌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丢票 对吗 你不要去试先啊 那把刀掉下来去借啊 手会流血 啥个流血 你把那把刀跌下来 躺平几天 一个礼拜里面 你看到它没有什么动 它突然弹回上去 我不管它什么领域的股票 我今天分享的是general 因为我知道 有热爱金融股的 有热爱科技股的人 有热爱生产 做manufacturing industrial股票的人 有热爱plantation股票的人 有热爱房地产股票的人 有热爱construction股票的人 有热爱healthcare股票的人 同意吗 等等等等 我告诉你很简单 找出自己熟悉的那个领域 里面最强的那个极简公司 对吗 每次危机过了 对不对 就好像2020年到2021年 那个阶段的时候 慢慢买进去 不要快 慢慢 像我讲的那个 分7分分10分 慢慢买 前面的两份很重要 先买一份testwater先 看它有没有真的上 它没有上跌回下来 动一下 你不要买先 到它第二轮的时候 冲破之前进的那个位置 更高 再买多一轮 等 慢慢 然后呢 你看 当很多人讲 哎哟没有事情了 什么什么recover的时候 通常都是已经很值了 不要等到那个消息出来 然后你慢慢看它的股价 观察它 量开始进来的时候 慢慢买 买到 我们的7到10分 有些人是用7分 有些人用10分 就100%分 7分或分10分 买完了 你放在那边 不要重心了 不要重心 然后等 等 等不了 然后它有股息 最好是投那种有股息的 有股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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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股价上 很多人跟你讲的啦 卖了啦 赚钱了 卖了 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deem it alone ok 让它上 然后它中间会 调一下的 不要管它 让它上 怎样什么时候要卖 下一个危机来临之前 这个是最基本的做法 或者你会看领域的人之前 认识我更加熟悉的人 那个人可能会更加快啦 你们不会不用紧 你看 要多一下一个危机 危机是大的 不是我们自己国家卖了的 大的 差不多 有一些症状来啊 你看到它开始在 调回下来的时候啊 它跌回去的时候 全部卖掉 这个是最basic的 我还有更advanced的 那个是 我在以前之前 SIMP还是等等 我有跟他们讲的 这边我要给一位很多新手 basic一点 不要这样难 这个过程它买啦 它成本价不贵喔 再加上它赚不用多的 它卖掉这几年里面 它一年要赚十八仙 我不要跟你讲到很多 十八仙到二十 加买dividend 有了 大家知不知道 一年二十八仙啊 四年啊 三点六年就四年了 一倍 一倍 如果这个人 他有这一生中 很努力工作了十多年 他存钱 没有乱乱花 他存到一百千 或者他存到五十千 多少钱都好 他四年翻一倍啊 这样翻翻翻翻 不久罢了 你知道吗 他就是百万富翁了 当他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 他投进去 他每一年 有些是quarter拿dividend的 好像risk这种 有些国外的 比方说新加坡的样子 国内 我们自己的 马股的 有些是每六个月 有些是每个quarter 也是有拿dividend的 投这些股 也是在危机的时候 收它 慢慢收它 一百万他可以给你 如果不用多 average 5-6%的dividend as average 够花了 对不对 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重复 然后当危机的时候 又在卖掉 我们收收股息 收到危机 他跌下来再卖掉 然后等他跌到完 又再买 又再买回去 慢慢买回去 重复 每三年重复一次 在你讲 我接下来 我这两年到三年做什么 看报纸 看新闻 不用做东西 看报纸 看新闻收股息 这就是你的工 去打Golf 去打Bebbington 去打去睡眠 去打tennis 去enjoy your life 就做自己的东西吧 然后做工照做 工作照做 有做工工作照做 工作照做 工作照做就可以买更多 然后收收收收收收 转意识 收收收收 换意识 这个是最basic最basic的 不用去学什么 讲几多都没有用 你用这个最basic的就够了 当然你要更加深入 更加多 那个是另外讲 比方说你要成为 more than that 然后要靠这款饭吃饭 又不同讲 要赚更多passive income 还是active income 做什么很厉害的trading 还是什么 又不同 好吧 大家看一下 不客气啊 看一下啊 ok 老师 香港股市见底了吗 香港股市差不多了 kevin kevin 差不多了 我看他是差不多了 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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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ok 可以慢慢了 我叫toni 今天讲到这边 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讲更多 吃了 我们先去休息吧 下次live再见 下面有link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教学会 四月多要到了 人数有限 到时见 see you guys Cheers